这个卷节 所以莲子大师呢 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妇人 那个老妇人呢 每天做功课练佛 练佛四千生 那么莲子大师就问他说 你怎么这个练佛这么勤快呢 老妇人跟他讲 我丈夫呢 生前练佛 他往生的时候呢 没有生病 而且呢 跟大家拱手 一告而别 所以练佛很好 那因为这个老菩萨 这样讲呢 莲子大师生智警惕 所以呢 他写了一个生死 四大四个字呢 放在桌子的上面呢 来警惕自己 那么师父过我们讲 他说临终的时候呢 你带走什么东西 师父说 你拥有人间的明文立养 功名富贵 家亲建树 你死的时候呢 一个都带不走 那什么能带得走呢 老法师说 你一生所造的业 带得走 你所修的功德 能带得走 你的智慧德能 能带得走 他说呢 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如果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后 知道是业带得走 功德带得走 那么你自己本身 人生目标就可以定得出来 那么你到底要带什么东西去呢 那法师说 要带善心善恋 善行善业 那不要带什么呢 不要带恶业 恶恋恶行 因为恶业恶恋恶行 他是会带我们到山沃道去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